大家好 我是回心回憶的成員 製作團隊由三個人組成 我在這團隊當中負責的是 故事腳本還有動畫上設 我是負責回心回憶這部動畫的 動畫風格設定及動畫揮制 我在這部動畫中負責動畫剪輯音樂音效 接下來我們會介紹回心回憶這部作品 回心回憶這部作品是用2D動畫方式去呈現 故事在講述 主角阿森在他高中時期 是一位非常在意結果的高中生 在他學生時期呢 他認真的讀書考試僅為了一個滿分的成績 但在他追求這個美好結果的過程中呢 除了差錯 竟然意識到結果並不是那麼的重要 在發想的過程中 我們遭遇了非常多的挫折 但後來發現呢 最重要其實是我們在這當下所經歷的這個過程 藉由這個過程呢 我們延伸出了我們動畫最初的理念 夢想的結果固然重要 但不可取代的是 我們在這過程中所經歷的點點滴滴 回心回憶這部動畫的目的是 想反映自我及當代學生的現況 同時也希望透過這部動畫想讓現代的學生了解 付出不一定會有好的回報 即使結果不如一期 也要回頭看在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 我們將回心回憶這部動畫呢 使用兩個物件分別是筆心還有考卷 筆心是我們在寫字時時常會忽略的東西 考卷則是我們在考試時會看到的這個成績和結果 我認為這兩個物品當作我們動畫的核心物件再適合不過了 本專題創作回心回憶的動畫風格是淘稿風格 以逐格繪製動畫的方式呈現 我們參考各式動畫MV及早期的動畫卡通 方式各種筆觸 以打亂的線條呈現出我們的動畫風格 本專題回心回憶的logo 以鉛筆的質感對應到我們的草稿風格 之所以會選擇這個名字 是因為回憶這個動詞 在動畫中代表著不斷一邊又一邊的輪迴 而心代表著動畫過程中出現的筆心 而回憶則代表著警衛阿珍 遇到女同學阿珍 從而回憶起自己過往的故事 我們的角色想給人第一眼就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此選擇以鮮艷的陽紅色 和誇張的體型作為角色的外型設定 而簡單的服飾 適量想讓觀眾更專注在角色的表現變化 以及周圍的環境變化 主角的內在化身 轟硬 則是以轟筆的紅色 以及虛幻的煙霧作為主要的設定 而警衛這一角色設定 則是為了讓他與有效的高中生 做到合理接觸所設定出的角色 而女同學阿珍是與主角 都有相同經營的高中生 本專題為新回憶動畫 在第一段時與高彩度對比 色彩強調出傍晚的時間 在動畫開始就由大場景 深入到主角所在的教室內 而到中段主角進入幻想空間時 無數的考卷篇幅在空中 創造出壓抑的氣息 而到第三段 又回到了和第一段一樣的空間 但不一樣的是 那是一個新的教室 Так我們來看上去的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